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短角杜比的一家 我是杜比妈 拍了这么久的视频 经常会收到小可爱的私信 问我们平时是怎么拍狗狗的 为什么狗狗会那么的配合我们上镜 我们用的是什么拍摄设备 怎么总是能够抓到狗狗可爱撒吊的表情 还有我的肥皂 还有你们是用的什么后期转件 iPad卡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的幕后工作 首先我们创作视频 主题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好的主题 就是创作的灵魂 所以每次我们都要 严谨的筛选主题 导演 这里五个剧本 我们今天拍哪个 金星姐 新三 还是拍第三个剧 认真地挑选角色 今天我们这里要找临时演员 你们谁过来 包一顿狗粮 你过来是吧 那我过来 严格地执行脚本 小鸟的嘟笔 第五剧第六话 临时演员帅气地踩着滑板 滑出镜头 时差15秒 Action 鸟头 快来 留意多点 哎哎哎 这样不对 那这一场就改成 临时演员 跳下了滑板 咬着玩具 开心地走了 好了 下一场 有了一个好的剧本 当然还要一个成熟的兵器 我们拍的是猛虫视频 猫猫狗狗都是属于那种 运动型的拍摄对象 我们家的狗有一句治理名言 只要我跑得够快 摄像头就追不到我 所以我们这些设备的要求就是 机晓巧亲编 哟 哎呀 我不要手机了 我们又不是没有用手机排过 你看看他们的单目说起什么了 除了小巧轻垫 我还是有更高要求的 也不好 别的底层呢 所以我后来的选择就是 索尼A6100 除了机身小巧轻垫 这款微单还有着不错的高画质 其次我们家养的都是科技这种矮子狗 经常需要拍摄低角度的画面 它有一个这样的翻转面 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就不用趴在地上去拍狗子了 A6100的虚化很棒 拍出来的画面很有层次感 但是平时不常用相机的人 比如我 对焦的时候就容易手残 虚化的地方不对 反而把狗子们拍糊了 然后它的触屏切换对焦就很香了 超级简单 哪里不对点哪里 焦点瞬间就能切换过去 而且它还有动物眼部对焦功能 手残是不存在的 拍糊我们叫狗子 那根是不存在的 至于很多人问的 怎样才能抓拍到狗狗蠢萌的瞬间 这里就要敲黑板了 其实那不是照片 是用4K拍的视频 然后再截图下来的 拍完整段视频 从里面一针针地挑 索尼A6100 4K超轻 任何好玩的表情和瞬间都拍到了 截图下来就可以当照片 加上还有WiFi传输功能 拍的美大可以随时随地分享 是不是方便你们全方位云露狗了呀 这款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拍摄的微单了 体型小性能全 满足我们日常的拍摄需求 然后在后期剪辑上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 P2和AE等软件 经过筛选素材调整画面 加上配音乐加音效等一系列流程 一条棒棒的视频就制作出来了 觉得这些优秀的拍摄素材 后期剪辑就简单多了嘛 简单多屁 你能把台词背手点包 一句话那个时即便素材让它大了吧 我一遍遍的屁 搞的画面都完成了比你快不 哎 你好好剪你的素材就可以了好吧 这段把它卡掉啊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硬币 收藏哦 拜拜 靠你的根子